美中南太平洋之爭 美國在下一城 代替總統拜登出訪 巴布亞紐吉內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順利與 巴布亞紐吉內亞 簽訂防衛協議 成功插起南太平洋 抗衡中國異味農 美巴防衛協議強化兩國軍事合作 掌握南太平洋 幾個主要航道的八牛 未來將開放港口機場供美軍使用 美軍則提供軍事裝備及系統 協助八牛應對氣候變遷 打擊跨國犯罪 布林肯強調這份協議 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美中南太平洋競爭白熱化 美巴協議才塵埃落定 中文外交部立刻隔空喊話 我們需要警惕的是 以合作之名搞地緣政治博弈 同時我們也認為任何合作 都不應當針對第三方 不過中國需要警惕的恐怕不只美國 莫迪親訪巴布亞紐吉內亞成為印度總理第一人 離開日本廣島火速飛往南太平洋 參加印太島嶼合作論壇 拉攏八牛建制中國 近幾年中國不斷擴大 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 不只歐美警戒 與中方因邊境問題 衝突不斷的印度也新生芥蒂 國際社會抗中 態勢砥定 三里新聞環宣報導 在杜蘭 favourite 向勧南大學 There is an